第二场总统电视辩论 今天登场 三位候选要再次交锋 国民党总统候选朱伦 除了要谈战略三策 也会谈能源 社会住宅 长照政策 强调13年地方治理的政绩 要伺机攻击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 来自高层又不务实的空心政策 而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 也要继续主讲政策 包括治安 食安政策 还有说明五大创新产业计划 勾勒民进党执政后社会 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 亲民党总统候选宋楚瑜 这次是以务实角度 要凸显国家欠缺 具领导人 领导力 还有经验的领导人 内政政策 也会以人为本的精神诉求 要让人民有感